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台湾行程第三天 会见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又一次重申代表总统川普 并强调台湾的全球卫生领导地位 对国际的援助 这场会面受到大量国内外媒体关注 吴钊燮强调开放透明更能对抗病毒 他还透露台湾递送国际救援物资 有时必须低调 因为接受方可能遭受来自中共的困扰 而台湾对这并不陌生 因为中共持续压迫 企图使台湾变成另一个香港 索性有美国等朋友支持 这关乎捍卫民主制度 对 迈夷从北京 但是我们幸运是有好朋友 像美国和他的奖励者 像总统埃兽 他们一直在那里 支持台湾为国际空间 我们知道这不是只关于台湾的性格 而是关于民主制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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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必须赢得这些战争 所以民主制度会逃亡 阿扎尔说 一直亲眼见证 把台湾排除在国际场域之外 所导致的伤害和负面结果 国际组织不该被玩弄政治 今天将和吴钊燮部长讨论 台美双方致辞后 展开地门双边会谈 外界关注台湾未来的国际角色 新唐利亚台电视 林云唐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